古人云 善师父母为孝 那么何谓善师父母 论语概括为 生 世之以理 死 藏之以理 寄之以理 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人认为 只要让父母吃好穿好住好 就是孝子了 但实际上 这才是孝道的第一个层次 也是最初级的层次 更难 更真 更高层次的孝道 还在后面 中央党校刘玉利教授精彩解读 群书之药 通过古人总结的 养父母之身 养父母之心 养父母之智 养父母之慧 四个层次 教导我们如何进孝道 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孝子 敬请收看本期 余利开奖之品读群书之药 第26集 孝的四个层次 刘玉利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士硕士毕业 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 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客座教授 著书丰硕 曾获英国赫尔大学哲学博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后 并应邀到英 亦 美 加 澳 日 新加坡 印尼 中国香港等地进行演讲和研讨 2015 2016年 先后两次 应邀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法国巴黎总部 围绕从群书制药 和圣贤教育的重要性 及如何加强道德教育 做主题演讲 对中国传统文化 东学兴建 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尊敬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今天一起学习 孝的四个层次 在现实生活中 很多人认为 自己已经是一个孝子了 但是实际上 那是因为我们是按自己的标准来评判 那我们看中国古人 这个孝的内容有哪些呢 又有哪些层次呢 怎么做才是一个真正的孝子呢 我们上次讲到啊 孝就是善氏父母 那怎么样才称得上 是善氏父母呢 用论语上的一句话来概括 那就是生 世之以理 死 藏之以理 记之以理 首先我们看生 世之以理 很多人都学过弟子规 那么在入则孝部分呢 有很多关于 世之以理的具体要求 比如说 父母呼 应勿缓 父母命 行勿揽 父母教 须静听 父母则 顺承 也就是说 当父母叫你名字的时候啊 你不能代搭不理 装没听见 甚至啊 顶多不耐烦地回答一句说 干嘛了 你没看着我忙着呢吗 那这就不是笑了 当然这个呼啊 不仅仅是父母呼出来的声音 比如他呼喊你的名字 还有一些心意 是父母没有说出来的 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的 但是我们做儿女的呢 要善体亲心 对于他们没有说出来的呼声 我们也要能够认真体会 那父母希望我们做什么呢 他希望我们做一个善人 做一个圣贤 希望我们能够为往圣祭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总之呢 是希望我们志向远大 学有所成 做一个对国家人民 有所贡献的人 这全都是父母的呼声 那我们想一想 我们是不是尽心尽力的 满足了父母的需要呢 所以啊 我们能把当下的学业学好 把当下的工作做好 把自己的本分尽到 让父母放心 这都是在回应父母的心声 当然呢 中国古人说善事父母啊 还要从一些具体的小事上 来表现出来 比如说冬则温 夏则静 晨则醒 昏则定 告诉我们冬天的时候啊 要问问父母 他是不是冷着了 要照顾好父母 夏天的时候呢 还要问一问 父母是不是太热了 早晨的时候啊 一起床 第一件事 就是要去向父母问安 那么这是告诉我们呢 要时时关爱父母 心里牵挂着父母 当然我们知道呢 父母时时也牵挂着儿女 那我们去向父母问安呢 也是希望啊 父母看到我们精神很好 为我们放心 那么关于善事父母呢 在群书之药礼记内则上 有这样一段话 从这一段话中啊 我们体会一下中国古人 是怎么样去善事父母的 说儿女孝顺父母 应该是鸡刚刚啼叫 叫起来洗脸漱口 梳头戴帽 离好事物 系好帽英 穿上端服 套好臂膝 系上大袋 插上护板 左右两边 还要佩戴用具 到了父母公婆 所居住的地方 静气平生 询问父母需要什么 然后就恭敬地送上什么 和颜悦色的 和颜悦色的 虚寒问我 父母如果有过错 要用心地去劝说 要心平气和 低声劝说 如果你的劝说啊 父母听不进去 还要更加恭敬 更加孝顺 待父母高兴的时候 再次劝说 如果父母发怒不高兴 甚至呢 把自己打得头破血流 也不能够厌恶 埋怨 还要更加的恭敬 更加的孝顺 待父母过世之后啊 儿女要做善事的时候 想到这个善事 能够为父母留下好的名声 那就一定要实现它 那我们看了 李济内泽的这一段啊 记载 什么叫善事父母 他把这些细节呢 全都描写出来了 也就是说 你把这些全都做到了 那才是善体亲心 才是真正的孝敬父母 所以事之以李啊 就是在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中 都要按着李的要求 去奉养父母 当然我们现代人呢 看到这一段话 可能觉得太繁琐了 说我们现代人公务繁忙 需要讲速度 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 花费在这个上面呢 那么我呢 开始啊也是有同感 后来呢遇到了一个朋友 她到日本呢去留学 结果在回来的时候呢 娶回了一个日本的太太 她带着这个太太回到家里 就去拜见妇女 结果他们家的父母啊 第二天早晨一起来的时候 就发现啊 这个日本的媳妇 穿着和服 妆呀也画得很好 就像要去参加正式的宴会一样 装扮一心 怎么样呢 她就跪在了公公婆婆的门外 看到公公婆婆起床了 打开门出来 她马上恭恭敬敬的去顶了一个礼 说 请问爸爸妈妈 昨天晚上 休息的好吗 结果这一个举动啊 一下把老两口 吓了一跳 她不知道这个儿媳妇 出了什么事 怎么会有这样的表现 那么通过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什么呢 告诉我们中国历史上被称为 礼仪之邦 华夏之族 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啊 都有礼的要求 所以中国古人的生活呢 特别的雅致 没有看他慌乱的时候 但是这种好的礼呢 我们没有传下来 被日本人 韩国人继承下来 所以你看呢 我们自己的礼 我们认为繁琐 但是呢 被外国人继承下来了 对他们的社会和谐 做出了贡献 那么我们再仔细想一想 如果儿女平时 都是以这样的礼节 来侍奉父母公婆 每一天都这么样的恭敬 那她还会对着父母公婆 大吼大叫吗 她还可能对父母吵架 不满 不奉养 脾气很坏呢 所以这个礼呢 它确实起到了 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当然呢 我们说这个礼啊 最重要的是它的精神 而不是它的形式 礼的精神呢 就是让我们知道自己在家庭中的责任 地位和本分 特别是对父母呢 要从内心表示出恭敬和感恩 那么这呢 是我们要继承的地方 至于礼的形式 那么在论语上说呢 这个礼啊 也是有损益的 也就是有增加 也有减少 这个礼的形式啊 随着时代的变化 那么不合适的地方呢 它就变得简单了 那么有的不合适的地方呢 它又增加了一些内容 这是随着社会时代发展的变化 而变化的 善事父母即为孝 论语又把善事父母 概括为生 使之以礼 死 葬之以礼 忌之以礼 历史悠久的中国 礼一直与五千年文明如影随形 号称礼一之吧 礼制是古人得志梦想的具体化 就是通过礼仪定式 与礼制规范 塑造人们的行为与思想 刘宇利教授告诉我们 所谓事之以礼 就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 都要按照礼的要求 对待父母奉养父母 刘教授通过群书制药 《礼记》内则上记载古人 善事父母的细节解读 教导我们 要孝敬父母 必须学礼 懂礼 遵礼 不学礼 不懂礼 不遵礼 孝就无法施行 换言之 一切的孝道 都是通过礼来完成的 孔子因此说 不学礼 无以礼 于礼开奖之 品读群书制药 第26集 孝的四个层次 正在播出 在前不久啊 我们曾经到斯里兰卡 去访问 那么在访问的过程中呢 这个导游就告诉我们 他说我们的这个孩子呀 如果是辈分最小 年龄最小 那他要早晨呢 早起半个小时 为什么呢 因为他先要去给爷爷奶奶跪拜 问候告别 然后再给伯伯叔叔告别 再给父母告别 给哥哥姐姐告别 最后呢 他才去上学了 所以你看呢 胸有地公 长幼有序的这一种传统 在斯里兰卡的生活中 依然延续下来了 那么从这里呢 我们突然感受到 什么叫做文化的断层 这个文化呢 在经典中可以看到 比如说在弟子规上说 医生缘拜恭敬 告诉我们啊 人与人见面要90度的鞠躬礼 这个在经典中有所描述 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已经完全看不到了 这就叫文化的断层 在西方人的眼里 日本人是很有文化的 很有礼貌的 但是中国人没有礼貌 没有文化 但是实际上他们不知道啊 在历史上 日本人的文化 日本人的礼节 全是学中国人的 而且他把这个中国的礼仪啊 保存下来 所以啊 让他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处理得很好 在这个史书上记载呢 周公有一个儿子 叫伯秦 有一次呢 他和叔叔啊 一起去见周公 结果见了三次 怎么样呢 都被周公给打了出来 伯秦就觉得很奇怪 他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他就去问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叫商子 向他请教 说为什么我去见了父亲三次 都被他给打了出来呢 商子啊 就告诉他 他说啊 你到山的南面去看一看 然后再到山的北面去看一看 看完之后呢 你可能会有所体悟 博秦呢 他就去看了 看了之后呢 发现啊 在南山的阳面 有一种树 叫桥树 北山的阴面 有一种树 叫紫树 那么这个桥树呢 长得又高又大 头啊 是向上昂着的 而北山的阴面 这个紫树呢 长得又矮又低 头是向下斧着的 他回来就向商子报告 商子说呢 这个桥木 给我们讲的就是妇道 而这个紫树 告诉我们的就是 为人子应有的态度 结果这个博秦听了之后啊 深受启发 结果下一次再去见他父亲的时候 他一进门就赶紧小步快跑 以示恭敬 一进入室 就赶紧跪在下面 向父亲请安 周公一看啊 满意了 他很高兴 他说啊 你这是得到有德行 有学问的人的指教了 那么从这一段话中告诉我们 身为儿女 对于父母应该有的一种态度 就是啊 恭敬有礼 但是我们现在呢 学了很多西方的所谓的先进的观念 其实这些观念啊 仔细想想是经不起推敲的 比如说平等 什么是平等呢 好像儿女和父母平起平坐 没有必要讲那么多的礼节 就是平等的 实际上呢 父父子子是什么意思呢 做父亲的有做父亲的样子 做儿子有做儿子的本分 那么这个礼 其实就是按着这个自然之道 让你去做的 那么你按着这个礼的要求去做了 自自然然的 就会长幼有序 怎么可能会出现儿女打骂父母 不赡养父母 抛弃父母的现象呢 所以我们现在学弟子规 说一身缘 拜恭敬 给别人居一个恭 很多人都不能理解 不能够接受 说都什么时代了 还来这一套 我们现在啊 是现代社会要讲平等的 其实我们想一想 当一个人的感恩心和恭敬心 具足的时候 这个鞠躬 是一件自自然然的事儿 而且中国古人呢 他看到人 有一种天生的傲慢之心 这个傲慢之心怎么表现的呢 我们看即使是一个穷的 没有饭吃的乞丐 他都有一种傲慢之心 比如说他呢 在街上坐着 看着来来往往的豪华轿车 他会有什么表现呢 他说哼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就是有两个臭钱吗 你看一经贫贱到乞丐地位的人 都有一种傲慢之心 那我们想一想 长期做领导 长期做企业家 长期高高在上的领导 学者 又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所以啊 久而久之这个傲慢之心呢 是自然而然的就生起来了 所以通过鞠躬 把你最高贵的头给低下去 久而久之呢 折服了自己的傲慢 提起的是自己的感恩 所以呢 中国这个礼节的设置呢 它是很有味道的 但是我们现在人呢 没有去体会 还误以为它是吃人的礼教 所以善事父母首先要从理上来做到 当然这个理啊 更重要的是从内心表达出对父母的恭敬 和感恩之心 而且呢 还要用心的体会父母的需要 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鞠躬 我们只有能够用心体会了父母的需要 我们才能够知道周围人真正的需要 一身缘 拜公祭 这是弟子归教导我们的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礼节 也是中国古人最常见的礼节 刘宇利教授认为 礼绝不是形式重要 一个人的礼仪风貌 直接体现了他的文化教养 品德修养 文明涵养 性情培养等多方面的综合素质 通过一个人的礼仪态度 更能感受到其是否具备了感恩心和恭敬心 因为只有具备了感恩心和恭敬心 才能真诚的对父母视之以理 才能很好的善示父母 也才能圆满的施行孝道 那么为人儿女者究竟要如何善示父母 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孝呢 敬请继续收看余力开讲之品读群书制药第26集 孝的四个层次 所以善示父母呢 就是首先要赡养父母之身 就像在孝经上所讲到的 说树人之孝 怎么样才做是老百姓的孝道呢 他说用天之道分地之力 谨身节用以养父母 此树人之孝也 对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而言 顺着四十的变化 按着自然的规律来生产生活 谨身节用以养父母 那什么叫谨身呢 谨身就是身不为非 自己的言行举止都符合法度 不做为非做歹的事 不做触犯理法的事 节用就是自己即使很富裕了 也不能够带奢态 不要过分地追求奢侈浪费的生活 这样呢 才能够奉养好父母 让父母安心 这是一个一般百姓的尽孝方式 当然养父母 除了让父母衣食无忧 经济上有保障之外 还要做到养父母之心 在孔老夫子的时候啊 有一个弟子问他什么是孝 孔老夫子怎么回答的呢 他说金之孝者是为能养 这个养啊古代念为养 为什么呢 善养父母和养全马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的读音也不同 金之孝者是为能养 至于全马皆能有养 不敬何以别呼 他说现在的人认为 善养父母就进到了孝道 但是对于狗马而言 也同样能够以他们的体力供养主人 如果仅仅是善养而不尊敬父母的话 怎么能把人与禽兽区别开来呢 当然这个话呢 也有人解释为啊 人呢 也会喂养禽兽 如果人不尊敬父母 怎么能够把养父母和养全马区别开来呢 但是从文法上来看呢 还是前一种解释啊 更加的符合文法 当然呢 这种两种解释呢 都强调养父母最重要的 是从内心表达出对父母的恭敬和感恩之心 所以呢 要养父母之心 而养父母之心 除了尊敬父母之外 还要做到父母为其极之忧 也就是你的父母 仅仅为你的疾病而担忧 完全没有必要为你任何其他事情而担忧了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孝子 比如说我们在小学的时候 功课不好 会让父母担忧 这就是不孝了 上了初中开始 上网吧打游戏 不好好学习 耽误了功课 让父母担忧 这还是不孝 到了高中 每一天交集了很多不好的朋友 吃喝玩乐 不务正业 也会让父母担忧 这还是不孝 等你走上了工作岗位 工作不认真负责 不珍惜工作的机会 一不高兴呢 自己就辞职了 这样的儿子也会让父母担忧 这还是不孝 更何况那些啃老族 还要和父母要钱消费 让父母担忧 给父母带来很大的经济上的负担呢 而当一个人走上社会 他以权谋私 贪污受贿 让父母战战兢兢 不知道什么时候东窗事发 把他给抓起来了 这还是不孝 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看到啊 一个真正的孝子 其实就是一个完美的人了 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说 求忠臣于孝子之门 因为这个孝子呢 第一是有恩义 有道义 有情义 不会忘恩负义 建立妄义 那么其次也是因为这个孝子 他在德行上几乎没有欠缺 他的父母对他的为人处事 待人接物都非常的放心 这才是养父母之心 那么很多人说啊 他说你讲这个孝 有什么用啊 你看某某高官 他也是一个孝子 他对父母挺好的 但是他不同样的贪污受贿 违法乱记了吗 如果一个人真正的做到了 每说一句话不敢忘记父母 这样呢 不辱没自己的身心 不让父母蒙羞 才是一个真正的孝子 他怎么敢去贪污受贿 违法乱记呢 一旦自己贪污受贿 违法乱记东窗事发 被关进监狱 他的父母家人都会跟着他蒙羞 所以啊 弟子规上说 身有伤疑亲忧 得有伤疑亲羞 所以我们说呢 求忠臣与孝子之门呢 他是有原因的 因为这个孝子 他确实是啊 一个完美的人了 关于养父母之心呢 孝老夫子韩说了一段话 他说 色难 有事 弟子扶其劳 有酒食 先生传 曾是以为笑呼 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对父母 保持和颜悦色 是最难能可贵的了 有事情 而你去代劳 有好东西 让父母先吃 你以为 这就是笑了吗 当然 这两句话 一般人还做不到 而孔老夫子的意思是说 你做到了这 还远远不是笑 那什么才是真正的笑呢 在理记上又说 说孝子之有深爱者 必有和气 有和气者 必有余色 有余色者 必有婉容 一个对父母有深爱的孝子 他和父母说话的时候 一定是和颜悦色 而且余色婉容 他的面容很柔和 说话的声音很温柔 这才是对父母有深爱的表现 那么这呢 才是养父母之心 孝经父母的方式多种多样 但古人认为 起码有四种方式是贡献 而且是孝道考卷的必答题 刘玉丽教授 根据孝经 弟子规等古籍所在告诉我们 孝首先要赡养父母 也就是养父母之身 要随着四十的电话 关心和保障父母的吃穿住行 但刘教授同时指出 赡养父母和养父母之身 只是孝的第一个层次 也是最初级的层次 最重要的是要尊敬父母 那么怎么做才是尊敬父母呢 弟子规上说 亲友过见识更 遗物色柔物生 也就是与父母说话 或者劝谏父母 一定要和颜柔生 态度恭敬 当然还包括自己 再为人处事 待人接物等方方面面 让父母放心 父母为其极之忧 这才上得了孝的第二个层次 养父母之心 那么真正的孝 还应该怎么做呢 静静继续收看余力开讲之 品读群书制药第26集 孝的四个层次 正在播出 除了养父母之心之外呢 还要养父母之志 这个志是志气的志 我们知道呢 父母培养了儿女一次千辛万苦 并不仅仅是希望他在父母的面前端茶倒水 而是希望呢 这个儿女能够成才 能够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有所贡献 所以孝经上说啊 立身行道 扬名于后世 已显父母 孝之中也 这个孩子能够立身行道 自己的身修得很好 为人处世处处走在道上 人们一提到他呀 都非常的佩服 非常的尊敬 这个也会让父母感觉到很安慰 说起他来呢 也觉得自己的辛劳啊 没有白费 甚至呢 他所作所为 能够给后世人带来攻击 让后代的人一提起他 都非常的尊敬 非常的称探 那么因此呢 也会感恩他的父母 为国家民族 培养了这样一个有贡献的人 这个就叫立身行道 扬名于后世 已显父母 这个孝啊 才尽完美了 那么我们看呢 有一篇文章啊 题目叫 您留意过自己的父母吗 我们来读一读这一个文章 也反省一下自己的孝 是不是尽得圆满 如果你在一个平凡的家庭长大 如果你的父母还健在 不管你有没有和他们同住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妈妈的厨房 不再像以前那么干净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家中的碗筷好像没洗干净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父母喜欢吃稀饭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他们过马路行动反应都慢了 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他们在吃饭的时候 老是咳个不停 千万别误以为他们感冒或着凉 那是他们吞咽神经老化的现象 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 不要让他们觉得被遗弃了 每个人都会老 父母比我们先老 我们要用角色互换的心情去照料他 才会有耐心 才不会有怨言 当父母不能照顾自己的时候 为人子女要警觉 他们可能会大小便失禁 可能会很多事都做不好 如果房间有异味 可能他们自己也闻不到 请不要嫌他脏或嫌他臭 为人子女的只能帮他清理 并且维持他们的自尊心 当他们不再爱洗澡时 请抽空定期帮他们洗身体 因为纵使他们自己洗 也可能洗不干净 当我们在享受食物的时候 请替他们准备一份大小适当 容易咀嚼的一小碗 因为他们不爱吃 可能是牙齿咬不动了 从我们出生开始 喂奶 换尿布 生病时不眠不休的照料 教我们生活基本能力 供给读书 吃喝玩乐和补习 关心的行动 关心的行动永远都不停歇 如果有一天 他们真的动不了了 角色互换不也是应该的吗 为人子女者要切记 看父母就是看自己的未来 孝顺要及时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样而亲不待 您留意过自己的父母吗 那么这个文章呢 那么这个文章呢写的非常感人 他也是提醒我们呢 不要因为工作的忙碌 忘记了去关心 那已经白发苍苍 需要我们儿女关爱的父母 那么当然呢 孝敬父母 并不是一味的顺从父母 特别是 当父母做错事的时候 要委婉的劝谏 所以弟子规上也说 亲友过见识更 但是劝谏的态度一定是 宜无色柔无声 因为如果一味的顺从父母 做不义的事情 这个呢就是会陷父母于不义之中 这反而不是孝道 所以呢还要养父母之慧 智慧的慧 所以呢 孝这四个层次 养父母之身 养父母之心 养父母之智 养父母之慧 全都做到了 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孝子 刘于利教授认为 做儿女的 还必须像孝经上说的 立身行道 养民于后世 一线父母 也就是为人儿女者 要发奋成才 为民族 为国家 为人民有所奉献 让父母为你自豪 长父母的志气 这就是孝的第三个层次 养父母之智 然而真正的孝 并不是不讲原则的顺从 孟子离楼上指出 为人子不可有三种大不孝 其中之一就是一味顺从 见父母有过错 而不劝说 使他们陷入不义之中 因此 父母如果有过错 作为孝子 一定要耐心委婉 和言柔声的劝谏 通过耐心讲道理 让父母增长智慧 明白事理 分心事悲 这就是孝的第四个层次 养父母之慧 所以我们用这一个标准 来反省一下自己 才知道啊 自己在行孝方面 确实欠缺的很多很多 那我们今天呢 就先学习到这里 谢谢大家 通过刘于力教授前面的讲解 我们明白了 善事父母为孝的道理 也懂得了 只有做到养父母之身 养父母之心 养父母之志 和养父母之慧四个层次 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孝 那么问题又来了 父母之身怎么养 养到什么程度 父母之心 父母之志 父母之慧 又怎么养 养到什么程度 其实 古人早有定论 论语有言 是父母能解其力 中央党校刘于力教授精彩解读群书制药 通过古籍经典所在所已告诉我们 是父母能解其力 主要是这派人 孝敬父母只要发自内心 尽心尽力即可 就是真相不必强求物质的副作 敬请收看下期 于力开展之评读群书制药 第27节 世青当节力